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款车我印象中好像是没有开过直播吧 这款车是三菱的Core Plus 那这个是三菱的车系里面的小车 它的同级竞争对手应该是经理之前有开过的 像是T打或者是像是CX3的话 就差不多是这个集聚的一个小型休旅车 那这款车的底盘呢 它的前面就跟一般小车一样 前面是麦花神的旋轿系统 后方的话是拖一臂的系统 所以这款车我们前面的话是配置6公斤或者是7公斤 后方的话是4.5公斤左右的弹簧 那今天的车主 因为这台车是100年 那车龄的话其实也大概10年 虽然这台车的总理程度没有很多 可是它有底盘的一些零件 都有陆续有一个损坏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改装KT的避震器之外 下三脚架还有方向机镀桿合上头 还有三脚架上面的离载串 这个都会一并帮就有来做派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厂的避震器好了 原厂的避震器前面是麦花神的旋轿系统 它前面有一个上座 那这个上座的下方 它有一个塑胶的纸推轴层 这个轴层的话如果是Toyota Camry车系 它是做一个很大颗的轴层 那像是福特的Tiara 它的设计比较跟这个很接近 它是一个塑胶的纸推轴层 那在转向的时候 就是借由这个轴层的力道 来做一个示范 那所以这里下方的话有轴层 上方的话是橡皮 那这个上座 KT的话就有附一个全新的强化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厂的来沿用 这款车没有开过直播 所以会解释的比较详细一点 因为我们还有录影 可以给日后 如果开同款车的车主 都可以当一个参考 那这个是它的下方的阳角 它的固定点很特别 跟我们比较常上镜头的Fortis 比较接近 它的固定点是在后方的 它有一个ABS感应线 或者是油管 都是固定在那个位置 好,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这是后方的弹簧 它的上方跟下方都各有一个橡皮 那上方的橡皮的话 是不需要沿用 上方的话 KT有附一个橡皮 所以上方的橡皮就可以直接拆下来 那弹簧不算长 比我们前几天还有前两天开直播的其他车款的话 都还要来的短一些 可是还是比TIDA的车系还要来的长一点点 TIDA的话比这个更短 好,那这是后方的筒身 它的筒身的行程其实还蛮长的 所以像这款车的话 如果只有要为了试血效果的话 那改短弹簧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还有多余的空间可以浪费掉馒头剩余出来的行程 所以这台车改短弹簧也都还可以 有的车的话就不建议 像昨天影片中的RAV4五代 那个的话就比较不建议改短弹簧 那这台的话还好 那它的上方的话有一些 橡皮的话是要沿用原厂的 上方那个橡皮不太会坏 这个筒身 早安 但是我现在看不到荧幕 所以不知道是谁 这个形状很特别 这个是它前面在三脚架上面的离载串 一般来说的离载串的形式 都是固定在避震器的侧面 都是固定在这个地方 那像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车款 像苏巴路的最新的底台 它是固定在这个后面的 所以离载串大部分是固定在避震器上方 但是这台车跟 很久的很久的车 COROLA COROLA的话它一样是固定在三脚架上面 那这个离载串 它的橡皮硬度还蛮硬的 可是它压久了之后会变形 变形之后它有可能它的 其他的周边离件 会跟三脚架的会有一个接触 会有干涉 干涉之后遇到比较大的坑洞 就有可能会造成哭哭哭的声音 所以这一支本体不太会坏 因为这个是金属的嘛 但是它橡皮久了会变形 像这个变形度就还蛮大的 它这边的话会跟 其他周边的三脚架会干涉到 所以这个零件不贵 但是时间到了就要做太坏 即便时间到了 里程数还只有一两万 可是它一样会变形 因为有车重把它压着 所以它久了 橡皮就会变形就需要做太坏 这一款车它其实变形度是还好 这个也可以介绍 好 漂亮喔 来 那这个里载串其实还好 可是有一款车是Focus的二代 三代的话有一点忘记 二代的话它后方的里载串 就几乎每一台 里程数没多久就会变形 所以那一个的话 坊间也有做一个比较强化的一个向顶 可以做改装 那这款车的话就直接这个副厂 正常零件都超便宜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态换掉就可以了 这个是前面的里载串 那这个的话损坏的状况就更夸张了 这台车是10年10年 所以它这个机构 是我们在前面转方向盘 它是方向机镀感再延伸出来的一个 叫方向机镀感合上头 那有的讲平衡感合上头 有的讲方向机镀感合上头 反正它的机构就是在 方向机连接出来的镀感 连接在前面的仰角上方 所以它有一个球头机构 它有一个可以 一个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 它有办法做移动 但是这个全部都已经破损掉了 那这个破损掉的状况 就跟里载串跟船动走的防尘套一样 这个它是一个防尘的效果 当这个防尘套破损之后 砂尘会跑进去 那砂尘跑进去之后 它有金属跟金属的球头 就因为有砂尘跑进去之后 它的间隙会变大 那间隙变大之后 久了 它就有一个间隙感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零件不贵 但是时间到了 就必须来得做一个开换 这个是前面方向机 舵杆合上头 这个一个都大概几百块而已 不贵 但是建议车友们 要有时间的话 如果车子撑起来 就可以巡视一下这个零件 那等一下镜头带到的话 会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 到底是在哪里的 会比较清楚 东西拆下来就不知道它放在哪里 就比较没有一个概念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方的避震器好了 后方的话它是拖一臂 所以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 它的机构调整机构是住在上方 上方的话这里有一个薄薄的橡皮 这个橡皮就是KT所附的橡皮 那这个调整机构 就是用来调整后方车子的高低 我们借由这个调整机构 我们借由这个调整机构 来调整后方的车高 那像这一台的话 后方的桶身跟弹簧很接近的话 那就有一个安装上的风险 每一次经理都要讲一样的话 但是这个真的是每一台车 像这款车安装所有的重点所在 像这个如果济师把这个后方的桶身长短度 把它缩得很短的话 那会造成一个状况 这一个弹簧它会预载过多 那这个弹簧它本来是4.5公斤 可是压缩到很短的时候 它有可能压缩到很夸张的程度 已经变成7公斤了 那这款车才1100多公斤而已 后方的重量更轻耶 如果后方配个7公斤的话 那这一台车铁定没办法做 就会很硬很死硬 所以后方的安装重点就是只有一个 后方的桶身千万不要预载到弹簧 以这一款车来说 所以这个是这一台车 特别特别要安装的一个重点 那它的行程比较长 这个银色的这个叫活塞杆 活塞杆的话是这个避震器里面 最需要做保护的地方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家常式的防塵套 当车子放下来轮胎着地之后 它的防塵套会整个把轴心照住 就会保护到最需要保护的一个活塞杆轴心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后方轴心的一个结构设计 那后方的车高调整是从这个地方调整 那它的软硬调整的话也还蛮方便 跟FIT跟TIDA一样 它有做了一个维修孔 拆开之后就可以从那个地方 来调整后方的软硬度 那我手指头大概指一下相关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手指头这个地方就是后方上部的一个调整机构 好 那顺时针变硬 逆时针变软还是一样 那它调整完毕之后 有一个这个机构 这个小试盖就是把它盖住的 就不会有一个东西裸露在那里 好 这个是后方的一个介绍 我们换来前面的前面的话 这个是前面的三脚架 那三脚架的话 三脚架是在哪里 它是一个三脚型 所以会为什么会叫三脚架 可能是它形式 因形而定义 好来 它三脚架是在这里 那刚刚讲的里载串 前面的里载串是在防晴杆 这会太暗吗 好防晴杆 防晴杆 防晴杆跟三脚架中间的里载串 就是装在这个地方的 那它方向机在这里 方向机 这一边有一支堕杆 刚刚拆下来 一镜头破损的地方 就在这里 刚刚拆下来是左边 右边也破损的蛮严重了 是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消耗品 好 那三脚架的话 通常啦 通常它会损坏的 第一个地方 它三脚架一共有三个支点 有的车款 这一边的合上头 它是分开的 譬如说Golf 7代 或者是Camory的车系 它这里有三颗螺丝 可以把这整个拆下来 所以它的报价 是这一个 跟合上头是分开报价 但是Core Plus 它是一体的 那它第一个会损坏的 通常是这个地方的橡皮 它这个橡皮 会均裂 会裂掉 或者是老化 甚至最严重的时候 这个铁管 跟这个周边 会整个脱落 脱落的话 当然会有异音 当然定位的角度 会不准 所以这个橡皮 是会第一个损坏的地方 这个是第三面 这个通常它的寿命 会比较长一点点 因为它的结构设计的 湿力点 通常这里受力会比较少一点 那这个地方是第二面 所以第一会损坏的是这里 第二是这里 第三是这里 但是这个国产车的零件 零件都很便宜 如果是欧系车的话 尤其是双B 这个是铝合金做的 所以这个零件呢 单价就很高 那也有房间 也有可以单换这个铁套 可以单换这个铁套 都可以 但这个的话比较少人直接逼 因为这个的话 Core Plus它的零件不贵 所以就直接换走 整件就可以了 省得麻烦 那欧系车 有欧系车修微修的方式 好 那前面的KT避震器介绍 它的前面 我们一样配一个灯笼状的弹簧 来让它的一个舒适度的话 更优异一点点 那前面的理载串 是在下方 所以它的周边 还没有其他的周边的零件 后方的话 有ABS感应线跟油管固定架的位置 那前面的调整方式 会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 因为这台车 它是小车 那它的结构设计 跟Honda的Fitter一样 因为座舱前移嘛 它希望驾驶里面的空间 能够加大 所以它把前挡玻璃的话 往前移 好 那往前移之后 就会压缩到引擎室里面的空间 所以它的避震塔 是坐落在前挡玻璃的下方 所以需要把这些的基件 这里的基件有 有一个试盖 雨刷连杆好像也一样 雨刷连杆那些好像都要 雨刷连杆都要拆掉 才有办法拆得到这个避震器的上部 所以这台拆装的话 前面这些零件需要拆掉 会稍微耗了一点点时间 有问题 我问说 可以来盘子做试程车吗 可是我刚才要做这个还是做 试程车 试程车的话当然非常欢迎 经理每一次在影片当中 都很诚挚的邀请车友来试程 像今天这一台Core Plus的车主 他就早上8点半 那先来试程看看我们的试程车 试程之后觉得有满意 就立刻考虑安装 所以很欢迎车友们来试程 我们工厂 坛子的工厂也好 或者是北区的经销商 你这样手会很酸 我们北区的KT的北区经销商 在龙坛 在基隆 还有中区的经销商 飞鱼底盘寄演 在大雅 他有中部有很多的店家 都是他在服务的 或者是也可以直接到KT的工厂 在台中的坛子 这里试程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南区的话 也有好多店家 在台南 台南也有试程车 高雄是在人舞吧 人舞的话也都有试程车 所以很欢迎很欢迎车友们来试程 尤其是像今天早上的话 车主来试程 我也希望啊 因为我之前自己经理也是一个消费者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试程的时候 其实不要有压力 有的车友会觉得试程之后 不买不装会觉得不好意思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KT本身就是工厂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告诉车主说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 也就直接回去也没有关系 因为KT本身就是工厂 如果我们今天是跟别人订货 然后东西订来 车主来试程之后觉得不满意 我是不是就要把这一组货 再退回去我们的上游的工厂 但KT本身就是工厂 你今天来试程的话 如果觉得不满意啊 我们这个零件的话 就一样是放在工厂里面 没有关系啊 所以很欢迎车友们来试程 来比较 因为B10系的比较的方式 其实在网路上询问啦 或者是询问车友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 都不是很客观 因为有的车友是很热血的 有的车友他是 他只是家庭用车 他纯粹是希望 像很多的RAV4的车厨 他其实不是很热血 他只是纯粹 希望改进后方乘客 一个很容易晕车的乘坐感觉 所以来试程之后 觉得满意啊 再来考虑就好了 所以很希望车友们来多多试程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上座的部分 前面上座他有三颗螺丝 他这里有一颗旋钮 这颗旋钮就是在调整前面的阻尼值 从这个地方往顺时针的话变硬 往逆时针的话变软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来做一个 前面阻尼的调整 可是像这样的车子 尤其是小车 尤其是FIT 尤其是TIDA 他的胎压要求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本来是装原厂避震器的话 那胎压打到38 39甚至40都还可以 可是如果改装避震器 对胎压的要求就非常非常严苛 那我们像这个日系车 在驾驶座的门打开 在B柱的下方通常都有一张贴纸 那一张贴纸上面 就会注明他建议的胎压值多少 像这一台的话 如果14寸15寸 甚至是有改装2054 16的16寸 他的胎压我们的建议值 就大概32到33 原厂的建议值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胎压设定正确之后 再来调整阻尼的部分 那阻尼的话 你这款车的话 如果一般车友大概都大概是坐落在 15段18段左右 那调整的方式 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 前面跟后面有段数的落差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大概在软硬的调整部分 那车高的部分 就希望给专业的技师来调整 比较不会有一个失误 这里有一个插头 我看到了 这个插头 就是在我们拆装的时候 需要把他的雨刷连杆 还有雨刷马达那些东西 把它拆下来 才有办法拆得到便利器的上座 以上是今天 三菱Core Plus这款小车 的一个安装直播分享 那一样 很希望车友们来试程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经理刚刚没有补充到的 再请很欢迎跟我们小朋友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